來 我們看看其實兩位都是在一個很棒的位置上 有權力 有舞台 而且是有power 那為什麼會在這麼這麼壯大的時刻 會去選擇 我要退休 林娟老師你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我董事長其實做很久了 那有一點無趣 我這樣講可能會被很多人打 真的 真的 但是呢 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是一個什麼樣個性的人 因為我喜歡挑戰嘛 活動力很強 喜歡嘗試一種各種新鮮的事情 可是叫我坐在辦公室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我公司已經算是一個比較成平的年代 然後團隊很強 業績很好 所以相對CEO可以做的事情其實不多 因為你也必須把一線的舞台都讓給年輕人 讓他們去打仗 所以你等於是後級那個部隊 所以做的事情要不然就是寫寫email 跟老外吵吵架 解決一些人事紛爭 還有啊 站出來不斷給他們鼓勵啊 你們很棒 這個做得很好 對對對 但是因為一個戰士 你有時候很想也去那個對不對 上戰場 練練刀啊什麼 就覺得不好玩了 那我那時候在想說 其實我覺得學習跟成長 是我人生一塊很重要的動力 那我如果在工作上 我覺得我喪失了學習跟成長的一些因素的話 我就覺得我是應該要走出那個舒適圈 要轉換另外一個 所以因為這樣的起心動念 我就開始在思考 因為我那時候也大概五十出頭 我覺得我應該為我的下個人生 下一段的人生做一個準備了 但是你這個轉身對你來講 財務已經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了 已經財務自由了 對對對 要追求的是可能是去滿足自己 人生的意義 人生的意義 非常羨慕 你看老黑我們還在這裡算一個月多少錢 退後現在多少錢 人家財富已經自由了 但是如果還沒有財富自由的朋友 你可以先看看這本書 有機會你也可以財富自由 好 我們來看看老黑其實離開職場 生理心理其實都已經給你一些警訊 也給你一些提醒了 為什麼 我覺得我是差不多四十歲的時候 就碰到了所謂的終年危機了 那就是我很多男生差不多這個年齡的時候 都有過類似的經驗 身體心理上都產生一些變化 那身體上我沒什麼大毛病了 可是一過四十歲 白頭髮什麼老花眼 每個人都會 對 可是四三十多歲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不會啊 我是做業務的 我又抽菸 我又喝酒 我又熬夜 我又加班 二三十歲一點四十秒 睡一覺起來一條好汗 真的 一過四十歲什麼都不行了 我二十幾歲我還可以夜衝 真的 現在你衝衝看對不對 那體態也變得不一樣了 體態也變得不一樣 所以很明顯就知道說 自己有了年齡了 開始進入到了一個 人生開始往下坡走的一個階段 那心理上也是 我覺得這點跟丁老師差不多 就是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成長跟學習 但是我覺得說我的成長學習的目標 已經不在這些商業行為上 我想去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我以前年輕時候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心理生理這樣一合起來 碰到中年危機 那可能大部分人就說 沒辦法就接受吧 那我覺得我不甘願 我就是希望做一點 你老婆怎麼會同意你一個月六十萬的薪水 放下來不要 即使她可以理解你生理心理上 感覺到的那個負擔 財務還是很重要的你怎麼辦 她也沒有那麼爽快的就同意 真的喔 經過一個過程 經過一個過程 我也不敢那麼就直接跟她講 我不想看 她以前也是職業婦女 她的賺錢能力還不錯 可是後來我的career的後期 我就被外派 一旦外派她跟我去 她就沒辦法工作 所以我一開始不敢直接跟她講 我就是有的時候加班 或者是出差回來 我就一直抱怨 我說好忙啊好累啊 好苦啊好煩啊 她聽多了她也大概知道我的意思 你好碎唸啊 你講八百遍啦 反正有一次她就跟我講說 不想幹不要幹 老娘養你 好傻傻 那句話我一直寄到現在 給力真給力 好好氣 我是沒有真的被她養了 可是我覺得那句話 給了我心裡面很大的一個底氣 一個support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上面 我是真的是蠻幸運的一個人 因為我認識不少人 他們早就有條件 早一點做點改變了 退休了或怎麼樣 但她不敢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得不到 另外一半的支持 那這方面我是蠻運氣 我跟我老婆之間 對於人生的價值觀 是蠻接近 你看你四十多歲退休了 你必須要願意過一個簡單樸素的生活 否則如果說我退休 不管我有多少的积蓄好了 然後我老婆還是每天想要買不同的名牌包 想要換這個車子 那個房子的話 那你积蓄再多都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我已經退休15年了 15年來我們的生活 食衣住行生活型態 除了旅行之外 都已經非常的固定 我們就簡單樸素 不管有錢再多或錢再少 我們的生活型態就是固定 我們大概來算一下 老黑退休的這個退休金三部曲 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一定記帳 然後再來就是年支出25倍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5%的投資工具 有4%是生活開銷 1%是通膨 你解釋一下 這是你什麼樣的規劃 我覺得第一件講的記帳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關鍵 因為只有透過記帳 你才能夠知道說 你一旦比方說下禮拜 你就不用上班了 那你的生活裡面 食衣住行 娛樂 醫療 到底要花多少錢 你如果沒有透過記帳 了解這個數字 大概七七八八知道的話 那你就很容易就變成說 你的財務目標 我現在問你多少 你說一千萬 到了一千萬你要兩千萬 到兩千萬你要三千萬 你就不斷不斷地 就變成一個無底洞 但是記帳的好處 就會讓你知道說 大概是差不多這個數 你就可以從那個地方反推回來說 我大概需要有多少的積蓄 達成多少的被動收入 能夠讓我能夠日子天 這樣長長久久地過下去 這是記帳的好處 那另外那兩個 比方說 其實那個不是我發明的 那個就是FIRE的原理原則 只是跟我當年十五 十五二十年前的做法 幾乎就是不謀而合 我當時就是差不多 這樣的算法 我打個比方 好了如果說 你一個月需要花五萬塊錢 我那時候人在北京 換算台幣 差不多已經是這個錢了 那我就會算 五萬塊錢一年就是六十萬 然後你要把這個年收入乘上二十五倍 六十萬二十五倍就是一千五百萬 那從這一千五百萬 你只要找到固定的 不要太貪心的這種投資理財的話 就是五趴就好 五趴就是平均一年五趴 然後你不要把它全部花完 一年花四趴 一千五百萬的四趴就是六十萬 六十萬除以十二個月 就是你所需要的五萬 所以就是用這樣子一個原則 你留了一趴是留給通膨的 通膨膨脹 或者是一些 錢會變薄啊 或者是一些 突然需要花的一些支出 當然這個原則 如果說你一個月需要花十萬塊的話 那就把它給double 但是這個原則是共通的 是好 這是老黑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看林娟姐 你自己在聰明的分配 你的退休金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我的想像是這樣子 我也大概有計算過 就是說如果六十歲到 比如說現在人活得比較長 到九十歲 我們還有三十年的時間 我大概應該存多少錢 才夠比較安心 那我覺得如果 我把它分三個部分 一個是基本生活費 那第二個就是救命錢 就是說如果真生病的話 你要存 然後再來就是享樂的錢 那我覺得第一個部分 基本生活費 那個是最一定要先存好的 那我就算一算 我覺得以剛剛我來講 人年紀越大 其實慾望也沒那麼多 斷捨離 其實我覺得一個月兩萬五 應該可以過得還不錯 然後算一算三十年 一年大概六十萬 三十年大概就九百萬 那如果再多個三百萬 大概就一千兩百萬 三百萬救命錢 就是你萬一生什麼病 一定要罵傷 對 預備金 對 那就一千兩百萬 所以我覺得只要超過 有一千兩百萬 那根本就不用擔心了 那問題是 比如說那個九百萬 我們現在也有勞退 那個基金嘛 對不對 勞退金 那我現在每個月零兩萬多 就已經cover我 那個所謂九百萬了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存個三百萬 所以我這樣一想 我就人生就很快樂了 我就沒有什麼壓力 剩下的就是 就是好好去享樂 要不然就做公益 但是不能只上富貴啊 就算是 我可以多少錢 投資理財還是有風險的 所以如果你不太懂的話 你就不要貪心 太過貪心的時候 其實會讓自己 陷入一個恐慌的境界 因為我們壓力這麼大 想退下來就是 不想再去承擔 這麼多的壓力 結果你去想要 再賺更多的錢 投資的時候 越讓自己提心吊膽 我覺得要平衡一下 年紀越長 越不要太積極理財 不要太積極理財 對 但是如果可以有 固定的被動收入 對 咱們還是可以 笑得蠻開心的 真的 這還是很快樂的事情 好